由縣警察局局長呂春長代表收下春節慰問金 本縣春安工作已經於8號啟動 今天早上利用擴大勤務匯報時間 身為南投縣警察支援會理事長的議員吳國昌 特別代表警友會前往縣警察局致政春安慰問金 向警察同仁中年未維護治安及衛敏服務所做的努力及貢獻 表達最誠摯的敬意與由衷的感謝 所以說,我們在過年,我們的警察同仁他們就是在工作 就是要讓我們過一個真正的快樂的心意 在我們所有的全體的顧問和李鑑士 他們平時的捐獻,湊出一筆精費來發放給他們 來表達我們對他們的鼓勵和對他們的敬意 南投縣府遠遼闊,加上警力長期缺乏 很多員警不堪負荷龐大的工作量,紛紛爆發退休潮 相較於六都,本縣警察超勤津貼福利卻差很多 議員吳谷昌主張不能虧待基層員警 應該比照其他縣市提高加息,以提升警政效能 我們六都的警員所頂的超勤,跟我們南投縣所頂的 可以說差五、六千塊 除了他們的超勤時間太長之外 他們所得到的這個金替力也比人家少 不然都年會,如果每次可以退休二年 就來新清退休 所以一直經歷沒辦法保障 這也是一個原因 所以我一直這個工作,我會來推動 還有我們管政府,可以來把這個超勤來變好 來加減來麵包南投縣的這個環境 旅局長感謝吳理事長基金友會對於基層員警的重視 他也提到,今年春節既有六天連續假期 鄉親若是有計畫出遊 儘管隨時提供路況報道,也請民眾多加利用 更重要的是,酒後勿傷到 祝福民眾都能溫馨過好年 新春期間,民眾休假全家團聚 警察同仁犧牲休假,無私的權力投入社會治安工作 讓民眾開心出有平安過好年,實在是社會之福 民意新聞侯一輪,南投採訪報導